嗨,大家好,我是Lisa讲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种什么因,得什么果 是与众一切关系的基本理论 既善之家必有余庆 既不善之家必有余秧 道家的太上陈影片上面写道 护福无门,为人自招 善恶之报,如影随形 当人在碰到倒霉事实 除了抱怨老天爷不公平之外 很少会去想到 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前世所种的因 今世结成了果 所以理当成寿 想要知道自己上辈子都做了 哪些不该做的事情 这世的命运的软乐在哪里呢 那么我们就一起来玩玩 这个塔罗战谱吧 请放松心情 静静的深呼吸 然后呢,凭着你的直觉 从下面五张的塔罗牌当中 选取一张 接着我们就按照顺序来解读 每一张塔罗牌所代表的意义吧 第一张我们看到了 命运之药 抽到这张牌 代表你上辈子可能是个喜欢 特立独行 骨子里桀骜不驯的人 这也是需要让你学习向命运低头 命运之轮正在告诉你 不论你遇到什么喜事或坏事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的 这并不是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改变的事 不论你想面对也好 不想面对也罢 你必须去适应所有发生在你身上的情况 当然,你一定不了解这些改变的原因 也不明白为何老天爷要如此的安排 不如换个角度想想 或许也没有想象那么糟 运用智慧,冷静的思考 事情还是有顺利发展的机会 所以在这张牌里表达的是 你如何因应这些改变 决定了后续的发展 不论你正经历人生的高潮或低潮 目前的现况也不是你一个人能够造成的 因此没有必要因为现阶段的事情 而洋洋得意或是自我否定 建议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不要想去跟你的命运对着干 虽然很多事情表面上看起来让你很吃亏 但是吃亏就是占便宜 该认命的时候就得认命的做哦 第二张牌看到的是月亮牌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上辈子应该曾经陷害过不少人 得罪了别人而不自知 所以呢,你这一生容易遇到小人纠缠 或是莫名其妙的谣言重伤 就是我们俗话所说的犯小人 诈欺等等不好的事情也比较容易找上你 偶尔还会不小心听到或知道别人隐藏的秘密 结果发生误会 也欺骗 甚至呢,当你过得越幸福的时候 心里却担心会有不幸的事情会到来 过得并不踏实 建议抽到这张牌的人 在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不要一股脑的只听取别人的意见 要去深入看清楚事物的真相 不要被情绪蒙蔽了理智 我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 必须在理想与现实当中徘徊前行 稍微有偏差就很难达成目的哦 第三张看到了圣杯衣的逆位 你的前世呢,可能经常寻花问流 你在感情上可能曾经搞出了不少的麻烦事 因此啊,这一生的你啊 看来是感情上的福报已经用完 老天爷给你的恩赐都被倒光了 感情问题啊,就是所谓的情节 一项呢,是人生的重大课题 也是最容易遇到困难和挑战的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呢 大概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呢,是感情上容易遇到渣男或渣女 遭到背叛或否定还是拒绝 心里也感到悲伤和忧郁 因此,当事人往往心中 对于与人相处呢,比较有不安全感 而且呢,也会感到人际关系变得比较虚伪 第二种可能 是当事人本身属于比较自私自利的人 有些人啊,就是只喜欢占人家便宜 却恋色于付出 当事人的心态不愿意付出 自然也没有回报了 建议抽到这张牌的人 面对问题时呢,调整自己的心态 看清楚事情的本质 当你在爱情上遇到问题时 寻求解决之道 祝福你,找到通向幸福的路 再来看到第四章 是节制的逆位 抽到这张牌的朋友 上辈子可能是个聪明伶俐 但是呢,欲望较强烈 很自我的人 这辈子呢,需要在口德 还有脾气上面来修行 这张塔罗牌呢,代表呢 你在爱情与工作上的付出 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 这张牌也显示出呢 你正在抗拒改变 你的现在与未来都受到过去的经历所支配 代表呢,过去有一些不好的记忆 会浮现出来对你形成了阻碍 处理感情上或是生活上也容易走极端 有沟通不良或是音不良的情形 建议抽到这张牌的人 淬炼你的人生 培养耐心 修身养性 再看到最后一张牌 是正义的逆位 这张牌代表呢 你上辈子做了一些不公不义的事 欺压善良 欺骗长辈等等 所以这一事呢 才会总是栽在自己 误判了情势 搞错方向 搞砸事情的这种状况上 也许呢 也暗示了当事人的个性 在许多观念中带有偏见 偏执 顽固 或是对待他人 过度严苛 缺乏宽容和耐性 也可能呢 心中缺乏正义感或道德感 一能呢 做出一些公私不分 投机摸狗的事 不合常规 不合法 等等 总之这张牌意味着呢 在做决定或是行动的时候 都没有考虑到后果 缺乏全面性的了解 也有呢 拖拖拉拉 不愿意呢 为自己行动负起责任 当你的行为呢 失当 反而会责怪他人 建议呢 选择这张牌的你 与其因为失败 而责备他人 不如先去了解 是否是因为 过去的选择或行动 并没有选在 正确的时机或方向 因此才无法成功 你对自己 或其他人 可能呢 并不诚实 如果不愿意 认真面对 在当下所发生的事 恐怕会丧失了 更深一步了解自己 和命运的机会哦 你抽到了哪张牌呢 记得在影片下方留言哦 看完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 一起来做测验哦 我是丽莎奖 我们下回见